可以预测一下黑狐仔组团之后的动向吗 现在五老星都在单头岛 会不会戴鹏变成土星之后 回到圣地将五老星取而代之 成为新的五老星 既然黑狐仔组团控制整个天龙人 他要变成五老星也只能变成土星一人 五老星五个 而且圣地玛丽乔亚还有英姆 戴鹏变成土星的样子可能可以瞒过海军 瞒过守卫 瞒过天龙人 英姆这边他是不好瞒的 所以戴鹏和土星这条线可能会放在很久之后 黑狐仔火真正潜入胜利玛丽乔亚的时候 那他具体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估计就是玛丽乔亚的国宝 明哥口中的那个秘密 目前来看是恶魔果实之处 或者是其他重要的东西 毕竟土星也是科学家 波尼就是一个实验品 采用非恶魔果实的方式 获得了恶魔果实能力 所以围绕土星这条线索 可能会展开有关恶魔果实的更多秘密 所以玛丽乔亚的国宝 可能和恶魔果实相关的国宝 就是我能猜测到的 黑狐仔的未来的第一个动向 除此之外呢 应该就是古代兵器 卡里布马上就会把海王 还有冥王的消息告诉给黑狐仔 那接下来愚人岛的白星 包括和之国的冥王 都可能会成为黑狐仔的目标 黑狐仔火的目标是世界 古代兵器 玛丽乔亚的国宝 这都是黑狐仔要成为世界之王的关键 玛丽乔亚的国宝